大家好 欢迎收看转类点 我是殷政超 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工作中关系建立的重要 我们最后也谈到了一下期望 那谈到了老板还有客户 我们今天接下去来谈这个话题 老板和客户其实都是可以是我们的战友 怎么说呢 他们也是人 也是跟我们一样 有一般人的特点 都是要求生存的 而且都是有融入心 而且都是有侧隐之心的 换句话说 他们也愿意为你好 所以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去了解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客户 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他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 那达到他们的期望 而且他们要的东西 在他们想要的时间之内 能够交给他们 这个是很多时候 是管理期望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当你发现说 这个问题太难 你没有办法 如期的交卷的时候 你要及早地来沟通 及早地跟不管是老板也好 客户也好 及早地跟他们讲 不要等到时间到了 你交不出成果出来 你才说我什么都没有 当你发现这个问题太难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及早去沟通 让老板知道 让客户知道说 你需要帮助 然后呢 下一个就是 你真的是要去 找那个帮助 不要把一切责任 一切难题都自己扛 能够找帮助就找帮助 最好把你的问题 也变成老板的问题 最好把你的问题 也变成是客户的问题 大家一起来解决 这样你的压力 就会变得很少 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有焦虑有压力 就是因为我们对别人的期望 不是很清楚 对老板也好 对客户也好的期望 不是很清楚 我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问题太难了 怕失败 把一切的东西 都扛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呢 甚至呢 要交卷的时候呢 时间到了 我却交不出来 紧张得要命 所以 我再说一次 要及早沟通 然后及早去找帮助 是很有效果的 那再来呢 我就要跟他谈一谈 三个成功的一个要件 第一个呢 就是要主动与先发 怎么说呢 当你主动的时候呢 你决定 一个事情要怎么去做 事实上 你决定 你的生活要怎么活 当你被动的时候 你基本上 是让别人来决定 这个事情要怎么进行 或者甚至是 你的生活要怎么活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在工作上的例子 我们时常 有时候在工作中 会需要开一些 conference call 那很多时候 这些会议啊 这些所谓的conference call呢 它的agenda 不见得定得很清楚 但是呢 每个礼拜 或甚至每天 都需要这么一个小时 两个团队 有时候是亚洲的团队 跟美国的团队 有的时候是欧洲的团队 跟美国的团队 要坐下来 能够沟通 能够谈各样的问题 但是因为 时常谈 所以不见得 每天或每个星期 都有一个固定的agenda 那很多时候就会 大家沉默一阵 突然有一个人 想到一件事情 就说我们来谈谈这个事情 那接下来 那一个小时 整个团队 或许是五个人 十个人 电话线的两边 大家就在谈 那个人所提的问题 想想看 如果说 你既然要花一个小时 是在这个会议上的 你为什么不就主动一点 先准备好 你希望这个小时的会议 你希望谈什么问题 你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你来主动的来提出来 让大家来谈 一起来讨论 你想讨论的问题 所以变成这个会议 就变成是你的会议了 不是别人的会议 所以第一个 主动与先发 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事实上做一个领导的 一个特色之一 最重要也就是主动 比如说 关系的建立 也是要主动的 我们讲过 关系的建立 第一要从连结开始 许多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 关系不好 不愿意连结 就是因为 我们不愿意主动 因为我们怕被拒绝 我们怕丢脸 但是做一个领导 你就是要脸皮厚 你就是要不怕被拒绝 你就是要能够主动 因为当你主动了以后 你可以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第二个 秘诀 我要跟他谈一谈的 就是要有节制和纪律 节制和纪律 有一个人讲过一句 这样的话 就是说节制和纪律 是让你所向无敌的 一个法宝 不是IQ 也不是EQ 而是节制和纪律 所以第一 我们要定优先次序 第二 我们要专注 最后我们要养成 一个好习惯 当你有了优先次序以后 你学习去专注最重要的事情去做 然后把这个事情养成一个习惯 你就可以更成功 而且你生活上许多的焦虑 就会慢慢地越来越少 好 那下一次 我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一些秘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